開頭啊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 準備 欸? 怎麼會這樣 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 情侶Q&A 第二集 第一集應該是 一年多前排的啦 還只一年多 快兩年了吧 應該要 在我的頻道 所以大家要看 可以去看 很棒啊 第二集在我的頻道做 當然一人做一次啦 對不對 不對 是我給她做的 不然我要做的 哇 講到這樣 我求你講 蘇珊講喔 今天我們回答問題的方式 就是蠻特別 我們隨機 滑IG來回答 而且我們就有PO文 問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我們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現在開始 其實我用過了 全部都是BTI Yeah 放在床上 放在床上 你們知道熟成多安靜了沒有 用過口袋放在床上 然後我們這次的回答方式 就是一人回答一題啊 我們在一起多久啊 這個很難計算啊 因為我們中間有分手過半年吧 嗯 那不是半年多 我們基本上好像是 2014年的8月1號在一起 如果是2014年8月1號到現在 應該是有大概 3年9個月多這樣啦 1339天 可是在扣除6個月 我分手的期間的話 1339天 980天 就是那些承除喔 有沒有想過 常永真的愛上凱皓 我的話應該是肯定沒有啦 我記得喔 無所謂 只剩無所謂 所以我就可以 愛凱皓了 蔡常永 小蔡 蔡蔡 我今天跟凱皓要睡同一張床 我現在有點緊張 因為 我不知道他會對我做什麼事情 我不會對你做任何事情 你不用緊張 我的屁股要夾緊 夾緊 你的屁股好高喔 你看啊 他在看我屁股喔 我要小心喔 開號哥哥 康勇妹妹 哈哈 為什麼我說妹妹 我不給弟弟嗎 小姐姐小姐姐 我給你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手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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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了 你把他喊該 請幫我馬賽克 你們是不是對方的理想型 來 我們一起回答 3 1 不要 不是 喂 我先講 不是什麼 你也不是什麼理想型 你不是什麼 所以我們互相彼此都不是各自的理想型 講為什麼 我的理想型 我也不懂想講 你有什麼資格 講你的理想型 蛤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理想型的嘛 你先講你的理想型 田木真 不一樣 偶像的理想型 不一樣 你講你的理想型 我的理想型是100% 然後好像高冷 高冷 不像我這樣子 單眼皮 成熟 沒有一個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 千萬不要覺得 你會跟你的理想型 會在一起好不好 是 頭髮 頭髮很短 頭髮很短 吵架時 都是誰先低頭認錯的話 來 實話是誰 主持人在吵架的時候 永遠是不會低頭認錯的 這是獅子座 然後他就可以講 是獅子座啊 獅子座 原本就這樣子啊 來月經 去我大碗 我也沒有很常收集器啊 總之基本上每次生氣都是我先低頭 對 沒有錯 可是我也有低頭啊 沒有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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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次也吃咯 來 下一題 你們私下是如何稱呼對方的 不 很常 好像在螢幕前面 我們都是叫baby啊 然後我們會縮短 邊鼻鼻鼻 好像鼻鼻鼻 傻鼻 牛鼻 我會想我 這個影片要一直鼻鼻鼻鼻 鼻鼻鼻 鼻 我們就是這樣子互相成為對方 不然就是他會叫我CCY 在哪裡喔 然後我會叫他什麼書生貓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跟我取這麼多奇怪 CCY在哪裡喔 B Terra 在父母有更愛對方嗎 事實上應該是有吧 我不懂吧 這不是我剛眼睛這個感覺 這個前個來電視這個 演出這個感感 這整個影片就是這個 噁心的影片 我們很少會在影片講那種角度 可是我們講到事實啦 我們就不要用眼的啦 我们都不演戏 不要再这样了 对 呃 我觉得有 他也觉得有 应该是有 什么应该 有很难 就是你耳朵里面 我耳朵完了 只是到最后哦 分手前跟复合后哦 吵架过后都是一样是我了 这个是永远没有改变的知识 常有跟江沛玉打闹的时候 有没有吃出过的 没有 没有 江沛除了可以叫国民除恋外 他还有一个称号 最没有威胁性的小三 完全没有 还有一点哦 我真的觉得要讲的是 很多人都会以为 我是不是在压住我的脾气还是怎么样 还是自己 私底下可能很生气 可是我真的很想讲 你们身边没有一个是对你们 没有威胁性的女性朋友 我是觉得 可能你们在他的影片看到我的脸是白臭脸 可是平时 啊我的脸就那么臭啊 没有人会一直导致着笑人 我们有什么 最讨厌对方 什么 取动 我知道苏生讨厌我什么 等一下 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想 我想你的你想我 等一下 OK 你先讲我的 苏生讨厌我打gamer是要不理的 就在刚刚而已 我跟你讲 我跟他讲话哦 他打gamer打gamer 我重复了两次那个东西了 我事先已经刚讲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过来再问我 诶 我的kabel在哪里啊 是不是问一下你们会不会生气 不会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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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错话哦 诶 然后到我讲你最讨厌我 你最讨厌我 发脾气的时候不理你 诶 诶 诶 他讲的事情 可能他叫我两次 然后我经常就问他在哪里 然后他就觉得很生气的话 可以十分钟就生气哦 诶 你想一下你跟一个人讲话 然后他一直要重复 一直重复的讲 你不会很bass的 这个对我来讲是小事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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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记得苏生每次在我去比赛还是去拍摄什么时候 她都要留一个小纸条给我 有机会我可以拍上去给你们看 我都连出 莫远雪 我是平时都会我肚子饿 她就跑下了买早餐给我吃 买午餐给我吃 买晚餐给我吃 我们会太管对方的自由吗 其实我们都不太会做到 单独跟别的人出去 都不会做到跟一星单独出去 然后 有啦我会跟佩玉啦 具名威胁性的佩玉 然后 自由还有什么方面 尤其我以前很记忆 可是现在不介意 大家长大了 成熟了 熟了 是熟了 对于现在国中生谈恋爱有什么看法 我们也是国中生谈恋爱的 要有什么看法 你要敢敢去吧 不要做敢敢做的事情就好了 什么是 孩子 什么 有点建设性嘛 就不要做对不起 违背道德的事情就好了 在你年轻的时候 我是觉得有一句话蛮对的是 什么十七十八岁遇到的那个人 是你最爱的那个人 是你最爱的那个人 哦就是这样讲咧 我就是十七十八岁遇到的男人 哎呦 你不开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观念 我觉得可以参考的是 彼此他人爱的目的是什么吧 我的目的只是为了 低头认错 你看他几句头 你们有忍战过吗 绝对有 有呗 因为有几次我完全不想认错低头 忍战也是那么几分钟吧 可以啦 二小子 一天两天都有啊 有 什么事情 你各天还是还不耍 因为我没有跟他认错 总之有就对了 真的吗 总之我不认错 他就继续跟我认杀 所以 到最后我还是认错了 有一天哪天那么久 有 然后我们也是来教你 不是讲好各天 不要再不耍好的 哦你讲到这个我更生气 跟你讲每次哦 因为我们之前在一起 就有决定讲 我们所有吵架之前告一日 会隔夜 会隔夜 他 他每次哦 就是哦 故意只要隔夜哦 就跟你讲 这讲所有事情 不要移到隔夜咩 他就是要等到12点过后 怎么隔一天了 他就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是绝对了 讲好了的嘛 所以哦 就是这样子的嘛 生气 最多人问的问题就是 最多人问的问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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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